公知动不动就吹外国的免费医疗有多好多好啊 说的好像跟真的似的 那到底什么是免费医疗呢 从字面意义上来说 那就是看病不要钱呗 公知也确实是这么宣传的 从住院救治到出院的三四天 所有检查 医治及住院都不花一分钱 这样的免费医疗 你就会说 你就会说你想要不想要吧 可惜 这样的免费医疗只存在于公知的嘴里 现实里从来就没存在过 别的不说 要是美国的免费医疗真一分钱不用花 王伟恒还会被5760美元的化疗费逼到走投无路 讲个冷知识 据报道 全球收入最高的十家医院全都在美国 分别是梅奥诊所 克利夫兰诊所 麻省总医院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斯坦福医院 纽约长老会医院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 休斯敦卫理工会医院 和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 以最能赚钱的梅奥诊所为例 2022年总收入高达1165亿人民币 其中医疗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84% 要是患者一分钱不用花 请问这1000多亿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医院的收费模式我们不清楚 但从职人的抱怨还是能了解个大概的 如1000多美元一次的救护车 如5000多美元一次的化疗 又如100多万美元的住院费用 所以呢 答案很明显 公知撒谎了美国所谓的免费医疗 不仅不免费 还是杀人不见血的天价医疗 那公知为什么要造谣美国免费医疗呢 或许美国确实有免费医疗的概念 但光有概念有什么用 在中国别说救护车一次要1000多美元了 你就1000多人民币都够公知写小作文了 所以所谓的免费医疗只是公知用来恶心中国 忽悠中国人的 中国有句古话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外国就算有所谓的免费医疗 前提是你要接受排队 至于排队多久 那纯看个人造化 如2022年9月份 英国有600多万人排队等待治疗 排队超过一年的有近38万人 到了2023年 排队等待就诊的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42万 等待时长的中位数达到了三个多月了 小病拖好了 大病拖死了 请问这样的免费医疗有多大意义呢 所以所谓的免费医疗听起来很美 实则纯粹是坑人的 而且专坑穷人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你要不想排队 那就只能去跪到吓死人的私立医院 有钱人花个百来万 或许不疼不养 穷人要是花个百来万 那就该考虑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所以 为什么我对所谓的免费医疗态度冷淡 不是我不想看病不花钱 而是我知道那压根就不现实 那种一分钱不花的免费医疗压根就不存在 回过头看 你就知道我们的医疗体系是多么人性化了 不仅看病效率极高 报销比例也很高 城镇居民每年只要交几百块钱 就能享受到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报销 上个月我朋友的妈妈患了重病 在三甲医院做的手术 所有费用加起来大概六万左右 报了三万 与美国数万一次的化疗费相比 你说到底哪个更香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讲个笑话 最近有职人病死在美国了 据他生前晒出的医疗账单 挂号费 急诊费五千一百美元 更离谱的是 他实在没钱了 只好申请医疗补助 但医院竟然打电话给他 让病到走不动路的 这个他去医院确认申请补助的资格 他说他实在去不了 医院的回复 堪称绝了 介于你的不合作 那我们只好关闭你的医疗账户了 那个时候距离他死亡 只有33个小时 在临死前五小时 他还在发他的医疗账单 遗言是我真的很努力的 不想死在美国 这里实在是太贵了 这就是职人做梦 都在吹的美国的免费医疗 讽刺不讽刺 打脸不打脸 我从来没说过中国什么都好 但至少与所谓的西方文明世界相比 那中国已经够好了 或许我们在概念上玩不过人家 但论实惠 我们至少甩西方十条街 所以呢 我总劝职人 阴润尽润了 人没有不生病的 只要他们体验一次 美国的免费医疗 那啊 他们就能想起中国的好了 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铁拳的魅力 那就是美国资本主义铁拳的魅力 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铁拳的魅力 那就是美国资本主义铁拳的魅力